自善基金活动 一直都受艺人鼎力支持 不过没想到 这次居然有钢琴巨星朗朗 香港歌神陈奕迅 美国女高音瑞妮弗莱明 三人跨国合作经典曲目 叶德仙也翻唱过的 我要 选这歌的人就是陈奕迅啦 我觉得这首歌 首先是葛兰小姐 在五十年代唱的 我听的版本是叶德仙小姐 在八十年代唱的 我觉得这首歌很好玩 所以希望说 如果是Renee这样子一个 一直都是 感觉像是唱古典的 一个歌手来唱 一首比较好玩的歌 会怎么样跟她合作 然后加上朗朗的弹奏 所以我觉得很 三个人的合作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就想要用这首歌 而且瑞妮将会挑战唱中文版哦 这能让人不期待吗 我觉得其实音乐是一个 共同的语言 所以其实最主要是唱的时候 那个态度 反正是好玩的事情 就用个好玩的态度来合作 其实就最重要是这一点 其实选歌时 陈奕迅也有点担心的 但见到本人后就安心了 我们还没证实 还没录制这个歌 我们今天是第一次 我们刚才联合了 第一天 第一天遇到 所以我们先多聊一下 然后往后才录制这个歌 但结果Renee是一个非常 她都唱rock 她唱jazz 她唱很多不同类别的歌 所以其实 我猜不到她原来是 那么爱玩的一个女高音 所以我赚到了 赚到了 同场的杨谦华和丁子高 这天就大散儿子Toris的 音乐天分了 我觉得她唱歌好听啊 唱歌啊 她的发音 她的音准都比我们两个还要好 特别是学语言 对 只有只要给她听过一次 她就记得怎么去说 所以这个就是她语言天分 还有她的记忆力很好 还有她唱英文歌也很厉害啊 她Athel也会唱 对 她很发张 而且儿子还有发觉 别人才能的能力啊 我自己就是被她发局的 其中一位 我跟她相处 就好像对决 对决一个镜子 就是好像她在 教我一个怎么做 所以是互相影响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看到千花跟儿子同台合唱呢 香港报导